劳保年金要改革 但是呢 劳委会却发现 国内有四成的雇主根本就没有替劳工来提存退休金 其中呢 最近出问题的大桶就有三万四 万一工厂歇业 上百名员工根本领不到退休金 立委就要求修法 只要是准备金没有达到标准 就应该一次补齐差额 要不然 劳委会可以连续开发 大声抗议迟迟迟等不到退休金的劳工 往往是因为企业为依法提存劳退救治的准备金 导致华龙员工罢工 大统员工领不到退休金 今天立委就向劳委会提出质疑 截至今年一月 仍有四成企业未提存准备金 劳委会是否应该积极清查 这个所谓的八万家 平均一家厂商雇用五个人没有提拨 就是救治如果有五个人的话 它影响家庭就变成是四十万户哦 五月到现在多久了 然后结果真的就扫到了其中一家大统 今年五月 劳委会承诺要先从十人以上的公司进行清查 截至今年九月底 一共完成了一万六千九百九十家的清查动作 未来是否能在明年把剩下六万多间公司清查完毕 劳委会则不敢保证 现在没有办法去做最后的确定 说明年一定可以把 有这个人力和这个经费 可以把这个事情全部来做处理 劳工如果觉得到底雇主有没有提拨 如果他可能心里有一些疑虑的话 他也可以就近像当地县市政府 就世界单位所在地的县市政府 直接去做一些询问 根据统计使用劳退救治的劳工 大约有五十七万人 如果企业没有依照规定提存 一旦雇主歇业关门大吉的时候 劳工辛苦半辈子的退休金很可能追逃无门